尊敬的全球在我们好 我是唐文巴黎 欢迎收看每日快讯 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最新全球动态 传播最新列供资讯 美国向台湾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后 同时在台湾成立了联合训练小组 全面整合台湾三军的换装训练 奥斯卡奖获得者 美国知名导演史蒂芬所得国同 无法把在中共国赚到的票房前 全部带出中共 在美国的推动下 沙特正在考虑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有媒体报道称 德 法 一等欧洲国家领导人 不打算参加十月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德国生物物理学家认为 新冠病毒1G5的变异 虽然有可能使病毒更加轻易地逃避免疫系统 但和过去的其他变异体区别不大 他指出 这种变异株病毒目前在中共国比较常见 尤其在最近几周尤为多见 英国公布了 2022年新冠疫苗接种后死亡的官方数据 每482名 就有一人在接种疫苗后一个月内死亡 每246人中 就有一人在接种疫苗后60天内死亡 到2022年5月份 每73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中共将于9月1日开始发行数次人民币 8月7日 8日 中共统战系统的两名高官落马 数天前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组会主席 在纽约的一处公寓内离起死亡 有分析认为 这些迹象显示 习近平正在清洗中共党务系统内 最大的特务机构统战部 中共的军民融合计划 是中共的一项国家级战略 目的在于利用民用资源 技术 资本 或利用民间身份 窃取外国技术 实现中共的强军目的 而之前 西方防止这种技术扩散到军队的措施 变得越来越过时 美国刚公布一项行政命名 限制美国在人工智能 先进芯片和量子计算等领域 对中共企业的投资 这是美国一项最关键的安全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